沒有特別典型的 這邊都是血管 像這個也是血管 被斜切 好吧 這一片好像比較看不到典型的沒事小題 沒關係大家我們在 腸道的地方可以看得到 那再來可以從這裡去找一個東西 這裡 這顆細胞很明顯 核狠大含圓中間一顆很深 很深的核仁 這個就是Gengelian cell 所以這一整群就是 Opaha plexus OK嗎?有沒有問題? 可以吼 那我們胃就進入 我們就進入下一片囉 好 再來胃有一片demo片 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 這一個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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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這個整個凸起 從這裡 指針尖端一直到這裡 這整個凸起叫什麼? LUGA LUGA 好,所以這是在位的地方 會有的一個凸起 那旁邊這一邊其實也是 只是這個切得不太好 因為好像兩個LUGA從中間 好像有點被黏到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旁邊這兩個其實也是 或者像這個也是 只是這個比較短 OK 好,所以這一片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好,那我們再進入下一片 再來是 好 好 再來是你們片核的51片 那在這一片上面有三個簡體 好 首先是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認得出來嗎? 十二指腸 對,十二指腸 已經看到所謂的 腸葉狀 或者是兩指寬或三指寬的這種 龍毛 好 好 好 那從這裡 到這裡 是它的Mucosa 再來 從這裡 到這一邊 是Submucosa 那這個腺體叫什麼名字? 十二指腸腺 或者是 Brunus glen OK 好,這在十二指腸才有的 Submucosa裡面的腺體 好 好 那這個是它的外基層 但是它外基層 這一片的十二指腸沒有切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另外一個區段 這一個是哪一段? 空腸 所以很典型的 來 這個 單子狀 的龍毛 OK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它的黏膜基層其實很 它的Submucosa其實很薄 其實很薄 再來我們來看第三個 我們先來看龍毛的部分 來 這個是什麼? 這是 消耗到哪一段? 回腸 回腸 對 那它的龍毛就是這種短葉狀的 或者像這個樣子 這是短葉狀的 OK 第二個是 這個是它的環狀周壁 就是它的Submucosa 跟Mucosa往內走 這是一個環狀周壁 那這是另外一個 好 再來 這個是回腸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在這邊有很明顯的這個什麼 靜論 08組織的靜論 它在1點 所以要寫什麼? Pay as page OK 好 然後回腸不是已經沒有這個環狀周壁 有 只是數目小 但是這件很奇怪 它在這邊切到好多 對 好 然後不是有回腸的才叫Pay as page 對 基本上其實 其實在其他地方你可以寫Gash 或者像在 你們在學育尼發系統 不是有說也可以寫Limphatic Nature 08小節 有沒有 那如果有 聖霸中心出現是Jomino Center 那再回腸 我們特別把它叫做Pay as page OK 好 那再來 我們可以從這一邊 去找找看 找不到 找不找得到我們要看的一些 像神經蟲之類的東西 好 再來 再來最外面當然是一層Celosa 那Celosa只是很薄的一層尖體 以及下面少許的結地組織 再進來 這個就是 呃 外基層的重肌 那裡面這是環肌 那我們可以從這一邊去找找看 有沒有辦法看到一些類似像神經蟲的東西 好 在這裡 這邊有沒有一顆細胞 很大很圓 會讓很明顯 這個是在 外基層的內環外存中間的 歐巴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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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哈 好 ceu 歐巴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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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這裡 這裡有一顆 核很大很圓 一個核人在中間 這個是Messon's Precious OK吧 可以 好,滿意了嗎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小腸的上皮 好 好,像這一邊這一顆是什麼細胞 Coblet Cale 那像這兩顆呢,這一顆 腸上皮細胞 腸上皮細胞 你寫Enterocyte 或者是Absolute Cale 腸吸收細胞也可以 那建議寫 你就寫Enterocyte好了 腸上皮細胞或者像這些 這個都是 那像這一個是Coblet Cale 然後再來這一顆呢 Lymphocyte 對,Lymphocyte 有高手出現 可以答得出來 好 好,這個就是Lymphocyte 所以在小腸的這個 Namina Papi的地方 其實就已經有很多Lymphocyte 看一下 有另外一個細胞 在小腸上皮 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非常好刃 反而你倒過來 這個 這個 好 凸出去的部分 會有下腺的構造 我看看在 好,這個好了 這裡有開始下腺 有沒有 這個是龍毛 然後這個下腺的構造 叫什麼 Crived of Lymphocum OK 好 那在小 所以有往下這一些 像這一些或這一個 都是所謂的小腸腺 齁 那在小腸腺 像這個也是小腸腺 那通常在小腸腺的底部 可以看到一個細胞質很紅 有點像 紅色火焰的細胞 這個就是Penis cell OK 那我們倍率可以再放大一點看 好,它就長得像這樣 細胞核在底部 細胞質的地方非常的紅 或者是像右上角這個也是 Penis cell 好幾顆聚集在那邊 OK 半世細胞 齁 好 沒有問題吧 沒有喔 好 那我們就進入再下一篇喔 這個沒有問題 還是兩秒比較好 好,再來我們就進入大腸的部分了 好,已經接近尾聲了 好 好 這個是所謂Appendix 就是藍尾的切片 藍尾的切片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它外面 沒有真厚的結長帶 這是第一個 它外面沒有真厚的結長帶 第二個是 它的龍毛 它沒有龍毛 因為它已經屬於大腸了 所以它裡面的這個構造比較平 沒有往外突出的那種龍毛的構造 好 OK 第三個特徵是 它的 Namellapapia 一直到Supomycosa的地方 都有很多這個 生發中心 已經開始產生生生發中心的 這個Lymphatic Natude 在裡面 OK 所以這是一個藍尾的切片 這是一個藍尾的切片 好 好 那 這個是從這一邊 好 從這一邊到這一邊 是它的Mucosa 然後從這裡到這裡 是它的Supomycosa 然後下面這裡就是它的外基層 我們看上面這裡比較清楚 好 這是它的外基層 不過因為藍尾很細 所以它外基層也比較薄 好 所以如果考試說 用這個視野 考大家它是什麼 組織認得出來 藍尾 因為它很多生發中心 對 第一個很多生發中心 第二個龍毛是挺 它沒有龍毛 所以它的管槍表面比較挺 第三個沒有結長帶 OK 好 好 這個是 藍尾的部分 再來我們就來看 大腸的部分 好 這個是你們的第五十四片 第五四片 也是今天的最後一片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從外面繞一圈 欸 馬上就看到一個 這個是什麼 結長帶 天命苦賴 但是你袋子的袋千萬